I need some West Coast vibes to live up inside We're in California Starlink是由SpaceX推出的卫星网路Satellite Internet Constellation项目 透过低的球轨道分布的小卫星 为全球提供宽频网路服务 尤其是在偏远地区 现在,SpaceX推出住宅卫星网路用户的新Starlink天线 Gen3 配套的Wi-Fi6路由器提高可靠性 更广泛的覆盖范围和高性能 适用于订阅Starlink服务的用户 但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呢? 我们为您解析Starlink Gen3的一切 SpaceX最新版Starlink天线Gen3 在提供优越的网路连接取得进展 功能在增强用户体验并改善品质 与前身相比 用户可以享受升级版Gen3 Starlink卫星天线的几个好处 Gen3线配有一个支架 可增强天线稳定 这有效解决对齐和定位问题 使住宅用户设置过程更流畅 实现更好的功能 Gen3 Starlink在视野取得显著进展 这是至关重要的升级 用户线可期望在具挑战性地理特征的地区 尤其是那些通常阻碍网路的地区 获得更强大和更一致的网路 这一进步为用户提供可靠 更高效的体验 无论他们所处的位置如何 IP67天气评级 新的卫星天线提供卓越的耐用性和抗环境因素的能力 天线能够抵御恶劣的天气包括大雨和极端温度 确保在外部元素的干扰下人保持畅通且可靠的网路 如果你已拥有Gen1或Gen2天线 并且满足期望 升级到Gen3可能不必要 什么是IP防护等级评级 电子设备对外来固体物体和一体的入侵 提供保护级别是由此所定义的 通常被称为IP等级 特征是两个数字的格式 第一个数字表示设备对固体的抵抗能力 第二个数字表示其对一体的抵抗能力 较高的IP等级例如IP67 意味着对雨水和尘埃提供卓越保护 使设备更坚固 适用恶劣条件 StarLink整合WiFi6技术提供增强的网路效率和速度 促进数据传输 WiFi6能同时处理多个设备 使用拥有众多装置的家庭 技术实现稳定而高效的连接 与以前型号相比 WiFi6路由器增强 使覆盖范围更广 减少在较大建筑中死角 对居住偏远地区的人有用 Gen3 Starlink天线的安装简化对其过程 消除工具或专业知识需求 用户能轻松地安装 SpaceX还简化程式 尽可能用户友好 推动天线普及 不幸的是发布日期不清楚 一些特定Starlink客户已从电子邮件收到邀请 可在正式发布前使用真3 这种做法是事先收集回馈 并在更广泛的发布前解决潜在障碍 当前的Starlink价格599美元 考虑到新路油气加入下一代 可能略高于之前的型号 当其推出时 它代表卫星网路天线技术的新标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 hit like 然后请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谢谢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